好,大家不好意思啊,因為剛剛的麥克風插得不太好 再來多次,我就先播了收機灣有中大檸檬批的影片 剛剛昨天去試的,大家一起看看吧 這次就特地來這個小豬豬麵包跟大家介紹中大檸檬批 因為之前Facebook也有post過相片,大家反應都非常熱烈 就我來說,收機灣的中大檸檬批和真正中大麥克風的檸檬批相似度可以去到八成 另外那兩成差點什麼呢?就留待大家發掘了 先說一下特地點 沒有加點香蒸香油的,大家一試就知道這個中大檸檬批 我自己覺得是近八成,是相似以前本部Mackang的檸檬批 這裡就是,先磨一下 麵包比我想像中多款式的,例如說會有熱情果包 這些都是比較少見,它都會有一些簡介在這裡 另外還有班蘭的芥蘭包 我之前也有買過,我覺得真的不錯 而且它的混合都蠻特別的 大家經過也可以進來看看 剛剛就買了這個班蘭芥蘭包 試一試 上面有一些椰絲,我們先試一試 不客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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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吃一小口,已經吃到餡料 如果你相比起連鎖店那些,以前我也收過街坊頭上的空氣包 你可能吃到中間的餡料都未見到 而且你已經咬下去很多空氣的 但我小小口,你看它的餡口很夠 但我先咬下去一點 嗯 嗯 很足夠 很重 我覺得很重 不妨買來煮一下 不妨買來煮一下 好,這裡就是工房的壯理 首先要問問師傅 想問問師傅 中大檸檬批的巧妙在哪一袋 巧妙? 對 有些什麼令到它這麼像中大的檸檬批? 那些檸檬汁,每天是新鮮炸的 哦,新鮮炸的檸檬汁 對 所以大家不妨有時候進來,已經沒吃過 你可以試一口,可以試吃的 然後OK,適合吃就可以賣酒了 這個就是中大的檸檬批 還沒賭帽 還有竹炭包 南瓜紅棗包 好啊 有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榴槤忌廉芝士留心包 旁邊的就是芒果 一整個檸檬批 他會給你一張單 你在這裡拿五就OK 他有說 拿到回家,最好先冷一個小時 這樣會好吃 在哪裡冷? 哪一格 你沒說清楚 那拿完之後呢 你走回家最好呢 就是放在冰格那裡煮 一個小時 這樣就會更好吃 拜拜 拜拜 下次再來 Welcome to Little Jackie 好,我們走了 我們回去開來吃吃吃 好 我們快要開 中大檸檬批 中大檸檬批 究竟是怎樣的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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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正方形賣4至5元 不要忘記是不是賣4至5元 好,到了 來吧,你切吧 看看裡面的餡 好,我們先看看 細細夾切吧 底部很脆 好,可以拿上來 看看這隻碟 在台灣買的 飾圓 人和人之間的緣份 有時候就是這麼奇妙 好,謝謝 這個你吃完 整個 好 好,看看餅的橫切面 你會看到 蛋糕底 不是普通的Oreo粉 你會看到 旁邊硬硬 似乎它真的用 Oreo的餅碎 硬碎 對了 真的有餅在這裡 看不看得到 好 好 好 裡面這裡 吃過 我覺得真的好像雪巴 那樣的 原因就是 因為裡面 沒有加一些芝士 還有沒有加牛油 所以 裡面主要都是霉霉 還有新鮮的檸檬汁 我會覺得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因為我覺得是好吃的 而且價錢來說 這麼大過60元 其實可以6至7個人 分量 隨身云都非常之划 下次大家都買來試一下吧 好 今次來到這裡 拜拜 好 看完沙基灣 有中大檸檬批吃 剛才我都說到 肥死我 的確是很肥 你說得很對 因為其實裡面 除了新鮮的檸檬汁之外 其實還有大量的忌廉 然後回來 我們就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減肥 有時候會越減越重 很大的相反 突然之間說一些好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說減肥 好 我們就說一說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有好有不好的 好 那鏡頭回來先 Hello 我就很感謝街坊 因為飄了這一本書給我 這一本就叫做 一憂陪你一起愛瘦身 我不知道原來 這個台灣的一憂那麼出名 我最初打算看到這本 愛瘦身 就看看吧 我發現裡面有很多知識 都是我之前 有想過為什麼 或者有疑惑的 第一點就是減肥減減下 會越來越重 其實就不是壞事 如果是你 懂得其法 的確是會越減越重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 被建立了一些肌肉 肌肉呢 原來是比脂肪更加重 很多人一聽到肌肉 就很不開心 就會覺得自己變了筋肉人 然後就覺得自己 一點都不秒跳 其實就不是的 讓大家看看肌肉有什麼用 肌肉呢 一公斤的肌肉 每天可以燃燒70-100卡 但如果你只脂肪 只可以燃燒到5-7卡 所以其實肌肉是有好處 大家都不要說 只減肥而不喜歡肌肉 如果你身體內的肌肉是足夠的話 其實你坐在這裏都是在燒肌的 這個就是為何你越減 但是磅數會越重 先回來 所以其實你慢慢重 其實很可能是因為你的肌肉在燃燒 不要介意突然之間又去折食 其實肌肉是很難燃燒到一折折的 除非你天天去健身 去健身自己5-6個小時 否則是很難的 舉我自己做例子 我又很不知醜地說一下 我最初的手臂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很厚的 厚到怎樣呢 我自己知道 寫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寫黑板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這裡是 朗下朗下的 現在也是朗的 但沒有之前那麼厲害 例如我玩的TRX 經常都是練這些位置 你會感覺到很酸軟 其實那裏的肌肉就是 酸軟 撕裂了 然後再補充 其實就會硬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 好像脂肪以行減肥 減減一下 發覺磅數重了 其實是可能肌肉在補充 其實就恭喜你啦 因為其實肌肉燒脂的速度 是比普通脂肪快很多的 這就是減肥 而磅數都會升的原因 我原先減的時候 磅數都會跌的 然後就馬上升了 我後來以為我自己吃多了東西 但是我自己都會 很自律 例如說我吃什麼之前 我都會拍照的 就記錄自己吃了什麼 然後我都發覺沒什麼吃多到 其實 後來教練說你身體又沒什麼肥到 應該可能有少少肌肉 好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從上面看電影 就是很多人減肥都會吃少了東西 你可以從這裡開始看 第一幅報告 主人又在大量運動 還吃得很少 身體就會啟動安全的機制 馬上燃燒乾糖減少基礎代謝 即是減少了新陳代謝 然後大老就會想 你又減肥了 慘了 沒有了能量 所以就要燃燒自己的肌肉 然後可能有一陣子 你就崩潰了 不能夠去節食 報告大老主人又大吃大喝了 然後身體就會說 太好了 以防萬一立即要儲存脂肪 這樣就不會幫你燃燒肥 所以身體就會 第一 你的新陳代謝越來越差 第二 你是越來越難受 你儲多了一些食物 就會變成越來越肥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減肥的時候 千萬不要大量運動 然後就少吃東西 因為你大量運動不斷消耗 然後你少吃東西 整個身體就會幫你儲了食物 變成你又是越來越肥 越動越肥 越不吃越肥 這個我自己都試過的 很挫敗的 其實說真的 我建議大家 不要突然之間 折食折得那麼緊要 以我為例 我有沒有折食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的 那我早上就是麥皮 吃一碗麥皮 那中午就通常上班 就會出去吃 那都是儘量吃一些 不要那麼油膩的食物 那到晚上呢 我吃東西是有次序的 那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晚上其實如果你吃得不飽 晚上很辛苦 你臨睡覺之前肚餓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晚上我的次序呢 就是喝了一大碗湯 那已經浪起了個位子 一大碗湯 然後呢 第二呢 就吃菜 菜就任自己吃 對啦 因為菜其實不太肥 如果你煮菜的話 那第三呢 就吃魚 對啦 因為我每晚都會有條蒸魚的 那魚之後呢 先倒肉 對啦 肉之後呢 就先倒飯 那通常我吃到魚的時候呢 其實都已經 我想七成半至八成飽了 那你這樣吃下去 那你晚上的餐呢 就不會說吃多了自己又不知道 那另外呢 那就是 運動量那裡 那我之前呢 那我之前呢 有條Live不是說 我千五元 加入了 就是 沙基灣一個 gym場 那他有很多東西給你玩的 那他有很多東西給你玩的 那因為司拉仔性格啦 那你千五元 你當然想用盡他啦 那我發覺就有個問題啦 就是當你一個月做了二十堂的時候呢 其實你整個身會很累的 因為你勉強迫自己做運動嘛 但是其實你的身體 未必可以持續到一個月做二十多三十堂 那其實就很辛苦 而且你一不做那麼多堂呢 其實身體就會肥回來 所以呢 其實你最好呢 就是要找一個可持續的健康生活 意思是什麼呢 例如說 我不勉強自食的 因為我知道 我一崩潰要吃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身體就會脹回來的 那所以呢 我就會提醒自己 一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 吃一次沙基灣的 中大檸檬批 就是 不是不介口 都會放肆 但可能一個月放肆一兩次 給自己的 就是給自己的 給自己的 是覺得值得的 那個甜品 或者是值得的 那樣的食物 例如說 我也是會堅持吃熱浪 因為我超喜歡吃熱浪 但是我以前就可能日日吃 或者一個星期吃一兩包 那現在就不會了 那接著呢 就 另外運動那裏呢 我想 我也是保持著一個星期 做三四堂就可以了 所以我不會說 因為我買了1500元 我就一定要每天都做 還要每天做兩三堂 那 那 我有時候就一天做三堂 那 但是剛好那天OK 那些時間又就對了 還有我會看清楚的 例如說 一堂是拉筋 一堂可能是 做一些輕巧一點的瑜伽 那 然後才做一堂 是比較辛苦的 你想想 如果你 打泰拳 然後 然後 你再做TRX 其實你會 氣絕身亡的 那 所以就不要說 逼自己做太多的運動 因為做得太多 其實對你身體都不好 就是要拿回平衡 所以 有個減肥的盲點 就是 很多人大量運動 吃少了 其實你是越來越肥的 另外 有第二個盲點 就是 很多人覺得我重了 因為我開始有肌肉了 我要停做運動了 我不要肌肉 其實都不是很好 因為肌肉是可以幫你 燃燒多些卡路里 其實很多人都想有肌肉 基本上 但是那些肌肉不是說 一折折 喝奶粉 那些 而是會硬一點 線條好一點 第三 就是要分一些 有養和無養的運動 有養和無養的運動 主要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都是在剛才我 拿上來那本 一休這本書 我搜尋出來 大家可以看看 有養的就是有節奏 順暢呼吸 其實都是增加你的心肺功能 動作比較緩和一點 但是就是看你的速度 你自己拿捏回速度 那無養運動 就是一些重量的訓練 一些肌力的訓練 其實主要你看到優點那裡 破壞了肌肉 造成一些纖維受損 產生肌肉成長的一些循環 那如果你做無養運動的話 其實最好就有教練在旁邊 或者一些你懂的朋友 懂得玩的朋友去教你 那我就經常在家裡 都會做一些有養的運動 因為有養運動呢 就 受傷的機會低一點 先回來 例如說我以前會約一些人 打籃毛球 或者跑一下步 這些其實你會知道怎樣做 那